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阿姨 鏡花先生 贏者 今天要講那一套關於錢的故事 無論是作者本身還是作品本身都是跟錢有關的 有什麼作品? 不是跟錢有關 屠稅作者 他現在真的需要資金 他現在完全是需要成為國幫他 他應該是 他需要供什麼鬼一種 供賢一種 我們接下來要講那一套 就是Lokhoi Song 當然 近期炒得最厲害 當然是作者不知為何掏了稅 根據他的對白 根據他的說辭 他不知自己掏了稅 不是很正常的 我說這些是日本的前規則 編輯幫你做那麼多東西是前規則 日本編輯幫你報稅 這些報了稅 這些報稅我們節省很多 知不知 可能中間幫你報了 那個問題在於 產賴成立那間公司 他的公司要報稅 他不記得報稅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通常開公司想自己管理版稅 就可以省稅 然後你說自己開公司省稅 就不記得報稅 那就有點奇怪 不過不要緊 跟作品沒有關係 這個成為一時的笑點 成為一時的笑點 就是因為他的樣子見了報 有些人不知他是男 知不知 我真的不知為何人會覺得他不是男 還有些人很驚訝 就是 他嘗嘗了 他妹妹豈不是多少歲 好深 現在的讀者是很天真 醒醒吧 其實二季就 因為追過進度追得很快 在他播出的時候 之前追過了原作小說的劇情 應該是說他追過了出書的劇情 但網絡連續的劇情適合追貼 沒錯 動畫版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打威 第二部份是列少祖的冒險 其實這兩部份 最好看的部分 當然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打威 應該是 打威的部分是最好看的 其實是 我覺得列少祖太不好看了 因為 老實實 老實來講 我覺得打威的部分 也不太好看 不是 因為正常來說 你打遊戲當然是高難度關心看的 你伸手 中期任務有沒有看 但反過來 我想問 Lock Horizon有看遊戲的嗎 應該不是 你完全是看一套戰鬥動畫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它貫穿了兩季裡面 其實它在說一個主題 就是說 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很像 他們在玩 幻想神域 幻想神域的世界架構 但它不是一個真實的遊戲 即是它說 這個其實是真真正正的一個世界 或者這樣說 當你去到前期 慢慢再說 他們如何將遊戲一些東西 習慣搬來現實的世界 去到上一季 去到大言者 跟它說 就是當它以前熟悉的遊戲設定 漸漸成為了這個世界裡面的一些 混合的法則的時候 原來一個遊戲就越來越不像一個遊戲 這也是這一季故事的重點 就是發覺一些以為遊戲下的規則 在這裡變成真實的規則 就完全不同了 而你說成衛在這件事件 它要打威的這裡 其實它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什麼 因為本身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說 玩家是可以 即是應該是他們這些冒險者 是可以構置一些土地 權產 這些權產就是因為這樣會帶來的 所謂的就是生活的不便 甚至是會成為敵對 目標的一些可以侵佔對手的手法 所以其實它的目標 當然因為本身另一個問題就是 維持這些這樣的知會權 會令到就是 原卓會議的金錢負擔極重 幾乎他們應該快要頂住 好像破產的款 對 所以它開始想的就是融資 而一直裡面其實 為什麼我會說 它這個是 諾海瓦索裡面的套路就是 成衛其實在第一次Wave的死亡之前 其實它也是抱著這個態度 它抱著這個遊戲態度 它要解決其實很簡單 如果我真的要解決決的話 我是不需要跟MGC解釋 究竟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它是在用這個思維 所以它正正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根本上它一直以為自己 沒有當大地人是MGC 但實際上它的行動裡面 其實它是沒有意識 它沒有意識做了這件事 所以它根本上沒有做到一個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別人不相信 即是你不當它是人 結果你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角色 它是一個功能來的 其實是 我只要擊破這個功能 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想有些可惜的地方 就是你剛才說的 雖然看回那個故事 吐露是很合理的解釋 但其實在劇情裡面 我覺得不太大 反映不到這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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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映是真的弱的 因為本身就是 原作裡面的對答 會花了多少篇幅 雖然它不是說 被動畫班拆減了很多 但是你說在裡面這些 其實他們說的是 兩個人在一個外交的舞台上面 他們在玩這個語言的藝術 就是大家在出口術 至少第一季一定是這樣說的 而在這句 我覺得是出口術 出到它不是很表面 而他想的是什麼 很有致謀 即是好像百奇一樣 你簡單來說 而且他說的東西太含糊其次了 他就是想含糊其次 但正正就是這個含糊其次 就是令到就是什麼呢 獲得信任就做不到 獲得信任做不到 之外就是令到 其實可能我們有些看的觀眾 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有想到這件事 就是好像感覺 可能更差點說一句 作者想冷醒 但觀眾又覺得 扯你也是 那時候特意說些話模糊 後面就可以把後炮 可能是 至少我有一點點感覺 我就不太覺得 從他跟銀行那邊 說融資的時候說的對話 是去到後面那邊 是抓不到一個關係 甚至 去到成為了心態的轉變 他是聽了他們威廉公會的演說 他在說 我們這群遊戲廢人 怎樣可以爭回一口氣的演說 然後就說要想到 我要攤開來講 要信任那個人 我不是很覺得 跟銀行那邊有關係 我最多看到的是 他怎樣信任同伴 那樣東西 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信任人 因為我也是說 在這一節裏面的主題 其實在說 這個世界 其實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你不要因為 它是承繼了遊戲的設定 而令到就是說 你可以用遊戲掛套 因為這裡其實分開幾點 成為自己本身的背景 他的計策 引致了他這一次的行動 威廉自己本身 他進入了這個世界自由 他的態度 阿曉 抽葉園裡面的時候 他希望獲得口傳 那樣東西 那個努力 其實都是在說這件事 你講阿曉那裡的口傳 其實他可能是有一個誤會的 他以為口傳是一個紀錄 但是其實口傳 其實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去 力量自己 技能的極致 你個人提升 就是很無聊 他為什麼說無聊 那件事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他們是因為 將代入得太緊要 在這個幻想神秘的設定裏面 他們認為這件事 應該是 扭完之後 就會拿到一個卷軸 或者砰一箱 有一本書出來 然後那本書就會寫了口傳 這件事 阿曉 是誤會了這件事 我想他的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奏用我們玩家的思維 而如果是玩家 玩遊戲的思維 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升級 升等 升等 練新技 新技是低技 你這個不是 正確地說 你一個玩家 我想鬥技能 你去Wiki 根據某一個公式套路 就任何人都獲得了 因為他講的一件事 一直是說 在什麼條件下 可以獲得口傳 但其實最終 我們在故事裏面看到的 他裏面說的 口傳不是條件 因為當他去學習這個口傳 和其他人溝通的時候 其實都說 口傳那件事其實是 沒有的 只是那個人學到的 其他人就算跟他的方法 其實都是學不到 這些技能 他在說這件事 就是 你個人自我的歷練 去怎樣歷練自己 成為了你自己的 等於是你自己獨特的 所謂誠一家之言 不是什麼 自創的 其實是自創的 就是 在說這件事 所以他們覺得無聊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你不同 遊戲裏面就是 刺客 任何一個刺客 都是這樣 刺客式的東西 任何一個刺客 都可以認識 而裏面現在就是 就算你是刺客 沒有人可以學到 解釋的影頓 因為影頓是 靠 解釋自己個人的歷練 無論他的身形 他那裡是這樣說的 就是 一切有利於 你不利的條件 用在一起 就會成為了你的口傳 即是成為了什麼 你的人生的歷練 一些經驗 就會形成了 你獨特的技能 即是三位靈場 和二刀流 不是 不是 二刀流 他自己給他 遊戲有類似條件 例如有人打遊戲 你會說出一切 其實我的鍵盤也會改過來 這個 我用到的 還是你用不到的 其實都是無聊的 就是這樣類似的意思 他的無聊的意思是 為何我沒有發現這個 很簡單 其實這個不是遊戲 當然應該是外界 他無聊的意思是 真的是無聊 我怎麼會為 我認為這個 還是遊戲的世界 當我達成了我的AGI 1000 我就可能會得到這個技能 為什麼我會去想這件事 我想他想帶出的重點就是 口傳不是令你成為一個更強的人 而是成為一個獨特的人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口傳 去發揮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技能 甚至他沒有說口傳 根本是沒有極限 有人可以持有兩個口傳 是的 這個是你自己本身的理念 就是說你 與強弱無關 不是說你強你就會有口傳 你不強就沒有 甚至你不代表你有口傳就很強 甚至你的level是沒有 因為他們給遊戲的思維 觸得太厲害 另外一件事其實就是 他在第一季本身成為和曉 他們兩個人有負擔 曉曉到這季明顯一點 就是說大家都有些特殊 item 譬如說他們叫了英雄 有神裝 或者他們有打過Raid 曉曉沒有打過 他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是那些人才有呢 他會有這個背景 另外剛才說到 成為和銀行交流那邊 他不相信人的事情 還有錢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在遊戲時代有很多人 都問他事情 搞到他不相信人 但其實 曉曉那邊第二季有說 但成為那邊 反過來第二季的描寫 有很多東西是不夠的 搞到就不清楚 可能大家覺得 第二季第一部分 主要好像是打Raid一樣 但是 其實這樣東西 就未必是focus 你說那個幫人的意識 第一季好像說了 但好像第二季就不明白 那問題我當然是說 之前的問題都解決了 那為什麼現在的問題 好像不太理解 也都是有一個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 好了 阿曉也好 其實成為也好 所以兩線並行 我覺得有他意義的 因為其實兩個要解套的方法 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信任同伴 阿曉那邊最明顯的一件事 我覺得不是信任同伴 是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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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在說的是 我為什麼會說 用遊戲的話 這個不再是遊戲的話 不是單單 你解決了一個Way 這個世界就沒有問題了 他裡面衍生的問題就是 你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完結了這個Way 和這個世界的人 他們是有感受 真的不同 你不打 就不打那個Way 你不會死 這個可能是 已經跟你說過 你存在的問題 或者危機的問題 就是會令到這個冒險者 會破滅 這個問題 就是會想到很嚴重 是在說這些問題 所以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就說 你不說明 是沒有用 就是不同遊戲裡面 大家很簡單就是追求 我追求裝備 我追求就是玩 玩得開心就可以了 其實遊戲世界裡面 我就算打你一句髒話 都沒有所謂 這些問題 因為到了這裏 這個已經是一個世界 這個已經是一個 再不是說 束縛於你遊戲思想 可以解決遊戲的知識 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是的 你講的是什麼 你是用人 這個人的知識 你如何解決一切的問題 這個就是去到後期 連少祖武險軍事 貓師傅 遇到瀑藍那些人 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說 整個二季 其實他在貫穿這個主題 這個再不是一個遊戲世界 因為在一季裡面 你會看到大量的遊戲設定 成為解決所有問題的方式 就是什麼 利用遊戲設計漏洞 對 簡直就是以前我打遊戲 這樣玩 現在我都要這樣玩 OK 第一季的問題 我照樣去 第二季帶來 好像不變 有些太責任 開始就是什麼 因為本身就是 世界都開始變動 有些東西 原本遊戲設定 他們玩遊戲的時候 沒有的東西 開始漸漸影響到 就好像 互動產生漣漪 背景 物品背景 如果在遊戲裡面 真的是 喜歡的東西 又詛咒 又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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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只知道他作咒規格 我只知道他作咒一萬年也好 總之 這東西是防禦力厲害的 那我就穿他 真的 誰不知這裏 變成作咒規格 真的有冤魂 冤魂就控制了你的人 那樣 但是我會覺得 我就 我自己覺得 動畫裡面是 處理不了故事的主題的改變 我會覺得第一季很順暢 我看得很開心 因為他講回故事的設定 遊戲裡面說些什麼 對那些看設定的人 我覺得看得很開心 因為他那個描寫的世界 配形配星 我覺得很有代入感 好了 去到後期 開始講人的感情 一些人的感情 心情的東西 去講人怎麼自處在這個世界 去到開始講感情的東西 我就開始覺得那個動畫 開始拿捏不到那個標準 我就覺得很辛苦 或者這樣 他因為已經變成了一個異世界 是的 只不過是什麼 他是遺留了很多遊戲設定的一個異世界 這個也是他想說的 是的 這個也是想說的 但是你說 為什麼我和鏡花會覺得 Way的部分會好看 因為Way的部分很純粹 就是講到設定 是的 很純粹是講到設定 其實你就算不理外面的世界 發生什麼事情 都沒有問題 而且他是跟外面的世界脫離了 他不會再說外交 西邊怎樣 錢那邊怎樣 其實他很單純就是解決遊戲 怎樣去解決 就是Random打人 一些習兵的問題 出第三個BOSS 他變回很單純就是戰鬥管理 那件問題 是的 那你也很容易從你一個遊戲管理 或者是一個玩家心態的代入 其實就像第一季的套路 但是一脫離 打完那些人 去回銀行那套 然後你就說 咦?有銀行 這樣說回來 但是呢 他說回銀行打完之後 又不知道為什麼 又好像解決了 然後那些人 又有空出來 你覺得搞什麼 對我來說 那個問題是 我不是介意去看戰鬥以外 遊戲背景以外的東西 如果你說人的互動 說多些感情的東西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問題在於 他們中間的對白 為什麼去解套 那些 我是理解不了他 對白 但我覺得未必是最關心的東西 是嗎? 最關心的就是 Nord Horizon 為什麼好看 他跟其他作品有什麼 最不同的地方 正如一書人 第一季已經說過 他會慢慢滲一些東西 設定也好 伏筆也好 人物關係出場也好 之後這件事有用的 為什麼這件事又好呢 好的地方就是 你對於其他作品最不滿的地方 就是 我想起來了 突然間有一個人出來 或者說 打敗成為好友 之後必然成為夥伴 但戰鬥力會減弱 這些好像很理所 當然很老近的東西 這件事基本上 你不會看到的 但問題是 你看看那個銀行那個人 有空 我們知道你出入完 這個問題 我們都很關心 你加油吧 完全有那種 大家大歡迎的那種 第二季尾就開始出這些 這是關乎到 他們科技研發 或者科技突飛幻循的問題 他幾乎是無法說到 別人的工會 科技研發 不關工會的事 我講的是那個人 我這樣說 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 我只可以說 我明白 在這個位置上是很難的 因為他講的是什麼 是 遊戲設定 因為老實說 他現在跟你說 這個世界的錢 就是這樣流入你了 因為 他的解釋 其實是 在 駭海灣的故事裡面 在我們一開始看的設定 或者解釋裡面 他這個解釋是 滿足不了我們 因為這個解釋是什麼 有一點點就是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你硬吃 這個設定 是有一點點硬設定 硬側這個金錢的設定 有個位置就是 成為為什麼會發現 有這個金礦呢 其實他這個位置是沒有說過的 我可以說原作也沒有說過 為什麼他會發現到 這個位置就是 這個銀行的一作 如果他能解釋這件事 我覺得 我跟鏡花或者 IM其實沒有那麼大反響 好像跟我設定 跟一季不同 但其實老實說 很難解釋 雖然說 我明白他難解釋 但他解釋得不好 要不然他沒有解釋 打機打掛 但他現在就是 基本上就是債的 他實際要建構 為什麼打掛會釋錢 他等一下設定 這樣的奇怪的系統 但設定又不是很完美 我覺得這樣 其實 我一直認為 因為錢的負擔 其實我甚至認為 他不說也沒有問題 我個人的期望 這個問題 應該要一直纏繞著他們 因為他一開始 他已經說 不停地說 資金的東西 其實就是 當你在冒險者的時候 這些東西 你不能賣得不勝 你不會有這個負擔 但你現在經營在一個城市 經營在一個國家 錢都是重要的 而這件事也是 我開始想到 而這件事也是 他本身很擅長去寫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錢這件事 其實你不解決 我沒有所謂 一直成為他們的工房裏面 其中一種負擔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產例就是 不想脫離 不想像魔王勇者 這樣下下跟你說經濟 所以他就 去到這個位置 就相當這個位置 吸了他 反而他這個 好像說經濟的 最後手段 是非常強硬地 去打一場 打了一個句號 是的 如果是 剛才說 如果你是 不想牽涉經濟 其實 你不說 甚至乎 或者是你打完 突然間發現 金礦 這件事 突然間聯想到 我可以拿去 維持我的工會 運作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你不用說 之前說過這麼複雜 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是想得太複雜 他想 終結了這件事 他經常認住 很簡單 比如說 冒險隊 找到一個金礦 威 那16個人打的 每人可以打一次一次 有很多億的金幣 那麽可以打就行 還有用一個 再簡單一點的方法 他有提到西面 西面 他怎樣處理的方法 就是說 因為西面的工會 已經搞定大地人 結果其實他們是 由大地人那裡 收錢去運作 問題只不過是 他們以便成為 東面這裡 他們不用這個方法 他們沒有這個方法 故事未進度到 東西交互 或者去到中國伺服 你總會有方法解決 但是你不需要 現在這樣解決 甚至是什麽呢 其實 因為本身 這件事是來自於 一個限制 一個叫維護費 其實它可以淡化 我覺得 維護費的deadline 是你現在提出來的 deadline 其實是flexible 你何時拿出來 deadline是deadline 因為 我們在第一集裡面 有一個是 成衛買這個工會會館的時候 是沒有提過維護費 就是純粹要付錢買 其實當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web那裏 因為web那裏 其實我沒有看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提過這類型的設定 他現在只是為了填坑 而將這個坑填不到 而硬是用一個 就是無限金礦 不是 你填不到坑 其實你都是一個設定的部分 你很簡單 講一件事 比如說 我買了這個工會會卷 裡面有這個銀行系統 我銀行系統 我開放給大眾用 但是我會收回少許的手續費 那裏來蓋回維護費 那就已經可以了 另外 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他想說的 就是 這裡他寫這個故事裡面 最主要是 他把這些土地歸還給大和 伺服器 他就是想說 這個世界 不再是用遊戲支配的系統 他在說 用人與人建立的系統去做交易 我自己這樣看 很弱 這件事是不通的 為什麼有一件事不通呢 這個大和的土地裡面 不要忘記西方那邊的帝國 他們已經買了土地 成為是不可能用這張 單方面的契約 去將別人的土地 注滿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依然是根據這個系統去運作的 他可以把自己的土地還給他 然後他去購買所有大和的土地 然後他把所有的大和土地 再還給這個大和的伺服器 這個世界就沒有人可以再賣土地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他這裏有漏洞 我不知道西方所賣的土地 是不是都現在變成一個這樣的處理方式 不如說日本國內 就是日本這個server 西方也是日本國內的 西方也是日本國內的 整個Yamato的大地 是日本大都市的 他沒有說到 我們不清楚 他可以在這裏漏洞 可能照樣依然是西方那邊持有 不過西方那邊就是什麼 他們不可以再賣出去 甚至就是他們失去了 佔有土地的戰略價值 我不知道這件事沒有說 但是他這個來得太簡單 我覺得設定這一家東西 當時就是一開始的故事 Horizon會賴以成功 就是很細緻 HPMP也有設定 可以覺得到 原是怎樣的故事 怎樣的背景是怎樣的 死亡復活 大神殿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有他的背後的東西 back up 了他 他成功過之後 這些設定的東西 他就回不了頭了 他所有東西都要繼續說下去 他只一定要注目了所有細節 然後就變得好像那個什麼 另外那個Horizon那樣的東西 那麼厚 那些設定的 所以他不是挖了個黑給自己 跳下去 實在關於究竟這個劇情 而當中你說 在那個Wave的事件裏面 其實在說的 尤其是銀劍這個工會 其實在說 銀劍這個工會也有問題 因為本身就是死了 死了太多人了 死了 要面對自己 現實 很現實 即是你自己會避開的問題 即是你要正面面對自己的弱點 每死一次就要面對一次 每死一次就要迫你看一次錄影帶自己的成長日記 即是監督看歷史 即是看得多多眼淵 所以很多人不想再死了 即是死不是無代價 即是死不是無代價 亦都在表現 即是你們死就真的死了 但我們死就是 我們死了 我們又會復活 而我們再死 我們又要面對那些事情 即是叫做什麼 一個無限回圈 我們是不停受到折磨 即是如果我不停死的話 即是地獄輪迴 但我又死不了 即是不可以真正去離開的事情 解脫不了 解脫不了 在原作裏面有說 就是銀劍成員去找困難 其實他輕輕帶過了 現在可以打Way的人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最終他沒有說什麼 很快就抽回25人 其實這件事就輕輕帶過了 那這25人去打Way的時候 當中裏面 我覺得其實Web那裏差了一些東西 就是他也是輕輕帶過了 資源補給 有幾個很少 很輕輕帶過 我有一堆錢 可以夠你打50或60幾天 那一堆錢 真的沒問題 他好像有說過 有數過就是 威廉的戰的殘量 食物的量 他有說過 打多幾多天就要回家 他問成衛 還有多少成衛 如果他贊助那些 只能打多一個月左右 然後威廉經 你自己一個人可以支援 一個月的分量 這麼厲害 然後你說打 最後就是因為 他們的思維就是 打Way 應該說什麼呢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被擊倒 即不會被擊倒 當然他們看到三隻Way Boss的話 就覺得打不到 我可以依然說你們打機太少了 哈哈 不是 就是根據遊戲思維 以前遊戲時代 這樣推他打 江湖規矩 以前遊戲思維 沒試過出三隻Boss 江湖規矩 我們圍你一隻 不要圍你我們 江湖規矩 即他們可能是 幻想神秘 沒試過出一次三隻Boss 一齊 我覺得這個思維是太大 其實這個思維 只是你們沒找到公日法 其實是 你們打了第一次 有那個沮喪 我明白那個沮喪是必要的 但是那個沮喪 你離得太快了 那個沮喪是 喂 你們這班人 應該是八戰八勝 經常打遊戲 你們都自己說 你們是遊戲廢人 你們打了很多 這些事情 你沒理由想不到 不是的 會不會是 你可能試過很多次 很多方法 你可能用多三十秒 就不停剪影 看到他們 又被捕捕死 很多次都不同死法 然後又回到復活地點 然後他們說 不行 真的找不到辦法 我們很灰 但你們打過一次 你們之前都不停死 你們不會說 沒有的 這隻Boss真的打不贏 我很灰 你們這個時候 你們才來思考這件事 是不是奇怪了 他又不是很描述到 那些人很害怕死 已經脫殺了那些人 其實老實說 你明白的 因為他們打開一些Boss 老實說 正常已經不會有三隻 有一隻 有一隻的話 其實他們的人都會不斷死 他看到我三隻 這次很糟糕 那是很合理的 老實說 但問題是 他沒有足夠去交代 這件事突然其來 難度一倍都很難 突然變成三倍 我們直接放棄 他沒有帶出這件事 其實甚至乎 應該不止三倍 因為他們有說過 就是在改版之後 他們對Boss的攻擊 是跟他們原先認知的 有出入的 是比較難打的 那個位置 其實你說解決方式 野行者都會說 威廉那段的獨白 與其說解決事件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 他自己 當來到這個異世界的時候 他自己的感覺 出來 某種意義上 這段話說完之後 如果一個 稍為 沒有那麼廢的廢人 李智 李智智的說 然後我就有問題 那怎麼打 你不要管 他那位廢人公會 用廢人的說話 才敢跟廢虎遵守 不是 應該你說完之後 應該說 那你想說什麼 不是應該說 他帶了這段背景出來 其實 他應該要這段背景 是對現在的戰況 有一些幫助 才會帶這個背景出來 但是他帶了背景出來 他對戰況沒有改善的時候 就很行 他們的情緒就是敗筆 和死亡那種 要面對自己的恐懼 他們覺得 如果能打贏 這算是等價交換 我都值得去面對這種恐懼 當一隻打不贏的BOSS 我們怎樣去面對 然後 威廉的獨白就是 他 這個挑戰是有意義的 挑戰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有意義 因為我可以認識你這班朋友 但是 在這個情況 你可以說 這個情況 你說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很善情地說完 有一個很理性的人 就說 我現在是說打不贏的 不會你說完就是打得贏的 所以是 在裡面 唯一 不是他們 銀劍公會成員的 迪米 就說了 是呀 如果能打贏的 就是了 但是現在打不贏 所以迪米是很聰明的 所以他就有老婆 迪米是很聰明 但是他看少了這個廢人的意志 然後發覺 是呀原來我是一個廢人 我是一個網友廢人 廢人是沒有老婆的 如果我輸了在這場 那我連廢人都做不成 不行 然後就激勵了他們 下面的神回風應該說 你沒有老婆 醒醒吧 是呀 再帶領成衛 就說 他有一個方法 15%機會都成功了 那是否拼搏 就是這件事 然後就說 給了一個希望 大家 不會無助那個戰況 還有令到人會再肯參與 那件事 你明不明白 威廉說完這句 問他是怎樣 你就成衛 成衛決策那些東西 這樣就行 對他來說 其實那句 激勵 成衛帶出來的東西 他帶些決策過來 就是這樣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他帶來的東西 當然是沒有這麼簡單 去解決 但是他又說 是可以解決的 大家振作起來 如果你說 不算他那些很感人廢物 說 你們是我的兄弟 你們是我的同伴 那些東西 其實帶出來的意識 就是這件事 然後如果成衛 那一句出來說 我也沒辦法 不要說10% 1%也沒有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回家 就是這個問題 當然你說 成衛那種 其實如果你說 成衛 他解決的方法 就是什麼 其實他們的苦惱 是來得太突然 還有 硬做出來的劇情 如果成衛 真的有方法 他無論聽不聽到 那段對白 他都會想到方法 解決的 威廉這段 這段 心情對話 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 這段對白 或者是告訴Haman 他對成衛的愛 哈哈 你不發覺每一個角色 都成為有愛 尤其是在動畫中 他很憐 他很憐 成衛這個存在 無論是在遊戲時代 和入到這個異世界 他成功做了一件 他認為 不可能做得到的事 因為他認為 這是一個遊戲 當然他也是想帶動 這個已經再不是遊戲世界 這個主題 所以 每個點來得 不夠串聯 我會覺得 所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攻略王 他不單是攻略遊戲 就是攻略那些人 不過這樣 我雖然覺得這一段劇情 美中不足 但至少他不拖泥帶水 夠直接 尤其我看了前幾集 小豆釘 就在那裡 哎呀我真的不夠強 我怎麼變強 我是不是要找人幫忙 我又不夠強 我怎麼變強 怎麼變強 說了幾集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煩 哎呀大佬 你可不可以不要鬼打牆 去幾集 誰小豆 阿曉 阿曉 阿曉那些煩惱 我完全感同身受不了 那你不是女人 不是 你打電話 先拿你職業 沒有人跟你組隊的時候 你升不到級才算 那沒辦法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以前我看過 學玩的照片 雙雙快快去打架 有什麼困難解決 這不是公司轉了 而這裏無端就拿幾集的時間 去講一個 自己的心理掙扎 而用了幾集的時間 沒有任何進度 其實我覺得 很悶 第二位打Way那裏 為什麼我說 一開始說不好看 就是說 我覺得很奇怪 一件事就是 其實帶著他班 有個朋友是騎士 有個朋友是 肉盾那個 對 有阿曉 那這些都是高等玩家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level 已經是90 但是為什麼打Way 反而不帶他們過去 我覺得 他有說過 其實他本身 也是不想直計過去的 但是直計認為 直計認為 就是誠偉需要他 所以跟著他選 因為本身 他叫做趴不久 他覺得誠偉 現在這樣 一定要有人支持著他 即是他知道他奧嬌 會不會出口 而誠偉的目標 就是他不想讓 板南那邊知道 他的行動 突然之間知道他消失了 就是這傢伙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他要假裝 他自己還在抽葉園 所以他要浪殺所有人 在抽葉園 除了他自己不見 其他人都是隱瞞了他 所以兵力也是借別人的兵力 而這樣的話 就是本身成衛 都是常常在家 辦公室裡面 如果他不出來 他只會說 他在辦公室裡面 不知道他在密謀什麼 就是那個死人褲子眼鏡 這樣 這個是 他的套路 那你說故事裡面 阿成衛跟迪迪之間的關係 你說是 即是叫不認識他的名字 是 他是故意的 你叫我的名字 迪迪 叫多一次 迪迪 我討厭你 我也是 嘩 這些戀人 就是 攻略王在這裡 就是顯示出的功教 告訴你 又有新傳動之物 你要看到那一幕 在迷宮的盡頭那一幕 然後說 不是所有的ending嗎 世界盡頭 我那時候心想 在地下城尋求解後 你是不是搞錯了些事情 這件事 這件事 他那個位置在說 那個人際關係 就不單止是大地人 玩家和玩家都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關係 不是單單是純粹是利益關係 其實他們是 你們是生存在同一個世界 你們是有接觸 即不是打機執寶那些party的partner 其實是一群在一起生活的人 一群居民 或者這個說法 所以這裏的故事就是 他前一致 當然你說很多人集中的重點 是滴米應該被燒死的問題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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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說 小說是沒有出過 就算插圖都沒有出過 滴米老婆的樣子 真的是 動畫extra 但是動畫extra 插出來之後 被很多女國都吸引 所以滴米應該被燒死 你要知道重點是什麼 當轉了公司之後 上一季的動畫質素大改之後 上一季大家對女國的印象 有個很嚴重的落差 特別阿曉那方面 結果突然間原出了一個 那你覺得好像很正常 不是阿曉的 這麼多的作畫 你還能保持到最可愛的 對阿曉的 身裝 實理才是難搞的 身裝最重要是高了 身材更好 我是五名的 高筒鞋 加上我還要衝箭 藍絲帶 紅絲帶 紅絲帶 故事的套路 這裏其實就是這樣 而你看到滴米那個 其實跟威廉差不多 其實他是想要認同 其實他是想要 想要別人認同他 瘦皮 人生大型家 奧嬌這些東西 你懂得什麼 當然你說下半節的故事 就是講完成為這班成年組 接著是講少年組 怎樣去面對 嘩 那個月真的很恐怖 劇中間是剪了 加內美的冒險剪了一集 加內美的冒險其實是超級的 他是work 和外傳小說 我覺得他做了下半部分 更好過不少少年組 我真心覺得加內美的一部分 我最期待的一集是浪費 你做一集浪費 那裡是很長幸福的 而且你要知道 他的OP出了他 而且一開始第一集有三段介紹 加內美的冒險 和另外兩段是一樣長度的 最後一集解決的 令到我心想 我期待了這麼久 你竟然一集就有解決 不是這樣吧 那個套路裡面 你說少年組那裡 其實是說少年組的人 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成年人講完了 成年組講完了 就到少年組 他們去怎樣看 少年組裡面其實 主要都是 我反而覺得是說任有私人的女生 那裡的重點 都可以 不是 主要是先講一下西方那邊的問題 其實兩個不同的 首先他要講了 就是講Toya 和那群 父死的那群變態佬 他說現實世界那些東西 因為 在這個遊戲世界裡面 因為本身 是只有 固定的歌曲 好像是 13 沒有那麼多 很少的 10幾 好像16 18 我忘記了 我突然間忘記了 十數 總之是一對固定的BGM 所以他們會覺得 就算 五十零知道自己的音樂 不是一些很專業 很高質素的音樂 但對比起大地人 就是因為 他們是彈不出 因為他們被這個世界的規則 騎死了 他們只能夠固定 有那麼多的歌曲 所以無論倫敵都好 就會說 其實我已經覺得你很厲害了 但是他們覺得 只不過是什麼呢 只不過是因為這個世界的環境 而令到人們覺得他厲害 實際上他不是 他們想像中那麼厲害 你一個廢人面前 做得很無意思 你覺得他很厲害 這個世界全部都是廢人 如果你這樣說 在音樂方面你會贏眼 你一首歌都是新歌 這個是 這個是 倫敵 他自己 他只是解釋大地人的角度 對他來說 大地人 尤其是 他對比起倫敵 倫敵就是 他已經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他將一個 當然有成為的幫助 但其實他是努力去做一件 就是 原本他是沒有可能達成的事 就是成為冒險者 一季裡面成為冒險者 最終都憑他的努力 和他的機遇 和成為的外掛 是將羊皮子的外掛 是成就到 他成為這個世界中獨特的大地人冒險者 副職業冒險者 對 這件事 對比來說 五十年 對比起倫敵 其實倫敵真的付出了他很大的力量 甚至付出了要死去 才能夠 這麼巧成為冒險者 不是 這是一個絕望的存在 對比來說 五十年 他父親也是一個成功的音樂家 他也不是有什麼才能 其實他是想放棄的 但是 一個沒可能追尋到的夢想 跟他說 這個世界競爭很大的 其實 不是說你 你喜歡談琴 你就可以拿來吃飯 那樣的 而 他對比大地人這群人 就是他們怎樣揭力去追尋 追尋這個 不可能 那樣東西他就覺得自己 其實很渺小自己 事實斷了更加質重於他們的心態 質斷他們的心態 而你看到的 就算冬燕他自己的 就是他跟那群奧塞德騎士團 那群人 自殺隊 自殺騎士團 去對比他們 其實那群人應該叫死死團 但他是自己去死去死團 對 冬燕那種就是什麼 冬燕是覺得 你們慘嗎 他更慘 冬燕其實是一個更加悲慘的角色 就是他在現實世界 他最喜歡踢的足球 他不可以再踢 他失敗了 就是他已經不可以追尋他的夢想 他永遠只可以坐在那輪椅裡面 他OK 他現在困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你說 如果對那群騎士團 那群人來說 他也是同樣的情況 老實說 他回去和不回去 其實他也是悲慘的 如果你以冬燕的角色來說 他不回去 他會困死這些路 其實他的好處就是 他有多隻腳 可以自己走路 但他依然是被困死 第一這個世界 他見不到他的家人 見不到什麼 相比其實他被困得出去 所以其實他對冬燕來說 就是他不明白 就是他理解不了這群人 就說 為何你們要這樣做 但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難聽這句 這個世界一定有人被你這麼慘 是 應該這樣說 不關事 這個世界不是鬥慘 不是說 你斷了一隻腳 我斷雙手 我比你更慘 然後你斷了一七世 沒有意思的 你冬燕出去就說糟了 人家可能出去又沒好生活 你不可以妨礙別人 所以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說得隨其之前都說 我剛剛買了樓 我剛剛和我女朋友 結婚 不知道結婚了還是未結婚 大哥 我美好的人生在等著我 我出去之後 如果我女兒走了 然後我出去銀行 說不好意思 因為你睡了太久了 你是給了首期 沒錯 但你沒有公款 都過了不知多少年 我收回你的房子 天經地義 他們可能是很悲慘的 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是鬥慘 但當然 在那個劇情點裡 他們是不可能找到共識的 他們找到共識 你才會害怕 告訴你 對尼哥 就算他找到共識也沒用 然後有個更慘的出來 然後又有意識又有 然後Mail太對著我 那把男人就會覺得 為何要生在我這個世界上 那時候我心想第一句 就是 每個人生在這個世界上 都不是你想生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啊 而Mail太對那位 龍達虎 灰袍那一人 其實灰袍那一人簡單而言 就是他喜歡病發作 是啊 他說的話 這個世界沒有要求 其實Mail太其實想吐了他 不過免得禁止他 Mail太想說的是錯 不是我是不是這個世界 你不是想說 你現實世界 你都是你爸爸 你爸爸不小心生出來的 是負產品 現實世界的你 爸爸不小心 一時開心 但是GAME GAME是你很開心 燈的遊戲 自己轉賞了我的樣子 他的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 應該是這個世界 沒有邀請他 沒有邀請他 沒有問他yes no 我明白的 遊戲裡面 沒有邀請過他 但問題是 GAME這個角色 你的資產能力 全部你知識 不關心 他現在是進入這個世界 進入這個契機 他是不是受到邀請 如果他自己按yes 你該死 灰婆娘心想 我只是打電話機 沒說要進來 沒說要進來 沒說要進來做什麼 而這個事情 其實是回到現實世界 媽媽其實沒有吐租他 你爸爸媽媽生你出來 都沒有問你yes 但是最過分的是什麼 其實那兩個人在火車上對話 但那兩個對話 基本上是沒有交集 沒有內容 那個是你講的是什麼 你有你講 有他講 大家搞不明白 不知道做什麼 一個是有雞先 還是有蛋先的問題 另外一個在說什麼 我要守護小朋友的世界 回去做來理空 我覺得Mail泰 講的東西 Mail泰心裡面想那個 這個人已經放棄了指料了 這個人溝通不了 而就算你說 阿實利那邊 其實他成為二號 我這個我真的最想不明白的 他現在的對話就是 你想看著你 真的 那個去到什麼 我覺得 心理描寫去到走火任務 是 那個整天已經去到神交的情況 已經不是心理描寫 你是不是最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嗯 然後他就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喂 中間的過程 流程的轉變是什麼 你不要一句話說完 就當是說了話 你不要聽到G&字 我真的不明白 這一次少年組的心理描寫 加上少年組的心靈導師 阿貓泰先生 他們這一班的心理描寫 我覺得是過了火 還有那個假的東西 那個 魏莊對面西方來的那個 那不關事 那不關閃 那個人進來兩棟 都沒有怎樣做的事情 是 是 而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我唯一接受那個 五十零那個是OK的 五十零那個 我覺得崇尚才可以接受 五十零是最OK的 其次 其次 就是 對 另外那兩棟 另外那棟 我完全不能接受 你說那個理由 不是理由 你們在說什麼 你們在說什麼 在說什麼 在說一些佛計 對 一個要叫我 一個要守護小朋友 不是 我想說五十零那個 反而是最搞得最痛的 最多你可以說 不是 你這樣說是不對 應該說那件事最好 其他那些 不是 都是說 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五十零後 我的音樂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的 但其實 他講的是努力 他講的是 但他帶出一個設定 是啊 我最多可以勉強說 我理解不到一開始五十零 都這麼沮喪 因為他拍得不夠美 我驗他 去到後面 他聽我唱歌 彈一彈結他 當他好像明白到 自己這個世界裡有他的用處 我當給他過 Toya 我都勉強給他過 雖然他兩方溝通不了 但至少都是因為 有背景 有個意志的對抗 但這兩個意志是不能 就是大家想的東西是不同 還有我很差勁 整件事情 其實你阻礙他那條路這樣過 其實真的不是有什麼做了 應該說 應該說 一條人就是 一條人破產 已經破產 想跳樓跳下去 然後你拉著他 你不要死啦 心靈滿英雄 轉道有我狀 然後他就說 我胡亂胡亂 你一人就被我扔下去 這是矛盾大對決 我一定可以丟下去 你丟我 我覺得最多 只能夠說他們兩個 溝通不了 但勉強都知道你為什麼要溝通 溝通不了 不要緊 所以 少年組的故事 你要離開 我反而就說 你們正正經驚去拿魔法背包 算了 他浪費雜誓得好過 我會說少年組的心理煩惱問題 但是太多 你之前都是最多一兩個角色的心理煩惱 他全組這麼多的角色寫 你突然全組有心理病 大家喜歡病 大家 你全組人都要找心靈導師 你集中一兩個說 我都無所謂 最大問題是 阿東 Toyer勉強之前有說過 其他的心理病 突然爆病 Toyer其實不是他有心理病 只是他覺得 他的態度覺得 人應該要自強 他的背景 應該是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說 其實人是可以自強的 其實是可以 為何你們這些人 人是自強的 人可以自強的輪迪說 然後老實說 他問了一個問題 你死過沒有? 你沒死過 你沒死過 你講那麼多廢話 幹什麼 而那個問題 他們死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認為自殺到一定次數 他們就能夠回到現實世界 你這樣說這件事是不通 他可能真的通 可能你死過一萬次 然後那個成人就是死亡大師 然後那個reword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回復現實世界 可以的 因為你越過了什麼 你面對自己 已經面對過一萬次了 你已經成為一個堅強的人了 我可以放你回現實世界 喂 可能真的可以的 這個世界沒有寫包含王 我記得以前打遊戲 有些成就 寫一半 寫八次那些 Nead of master 那樣給了你的 那些你家裡的figure 因為 為何要你面對過去的事情 當你能夠面對過去的時候 你就是真正成長了 那你就可以脫離這個苦 可能是空的 你應該說是無稽 但你不能說這件事是不行 你現在是阻人發達 所以簡單來說 大部分對話都是鬼打場 其實連少組那裡 而看鬼打場我就覺得很痛苦 我想看回打戰鬥 說回設定 你不要鬼打場 去到之後 他突入了 講完年少組 然後他算講什麼 他講小西方 然後講那組 其實那一場wave 我覺得是極度不好看的 一個打電視台 打電視台 NHK電視台 有些前置 前置就是 叫他練兵 練兵那裡 一般般 我未都叫好反感 前置那裡練兵不是很好看 但是講月球的東西就好看 因為有興趣 他有講練兵 又會有講那些 沒有魔法陣的影響 他是講何界種 佔據了 放在月球伺服器裡面 一些怪物的身體 有些就是留在月球上 那成維2就寫了 最後在跟少賢組 道別的時候 寫了空上給成維 說給他 嗨嗨我拿了你的身體 哈哈 我撻到帳號 為什麼吹人 吹什麼 所以成維2應該是成維的副帳號 月球上 即是他測試伺服器的帳號 他拿了他來用 拿了他的身體 因為成維那一刻死了 他就可以接觸到他的帳號 簡單的就是偷帳號 這些行為 這些最重要是動畫沒有解釋的事情 而你說 打那個wave 其實在說 我想這個其實都關乎動畫 他想要鋪到某一個位 他要鋪到某一個位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應該是很長的 他準備打這個月球 找這個通訊設施的時候 接近跟你少年組 你當不止四集 半季 給你半季 應該要半季 很簡單告訴你 因為Lock Horizon 不是突然爆些東西出來 他現在是第二季 你還跟我說 可能完結完美 可能是炮黑山 龍黑山 或者少年組 完了 之後第三季 你欺負了兩個人 但你沒有劇情中止 可以說是 你急著劇情中止 一定要在NCA電台 這位完結 因為你老實說 你少年組 我們先不要理心理描寫 暫反故事主線而言 其實就是最沒用的貓泰老師 跟火車上那群人 但那群人除了出來 火車就是出一匹火車 之後就沒用了 他唯一那個故事 他說火車會拿來做軍事 然後回家 他唯一那個故事 他完全就是 你看那些荷里胡片 那些火車提供場地 那些人在裡面不知道做什麼 他唯一故事進展 他沒有說西方那邊 最荒謬就是西方 就是OP看到那些東西 他最荒謬就是 今季那些人 在OP出來 裡面是沒用的 最大問題在於 他開始 因為我不知是否 因為他現在的主題 是說脫離設定 尤其是少年組 他脫離設定 脫離得很厲害 尤其是貓泰那裡 你那個彈省大地人 將軍六十幾厘 你批貓泰 貓泰九十幾厘 你想想到三十幾厘 很差的 你批下來 你和我 貓泰還要擋得很辛苦 我知道 online game 是要扮演的 我很明白 貓泰要扮演得很辛苦 剛剛他陪過中二病 玩完 他自然要代入 那個心態 他還沒抽離到 我也理解 最重要的是 那輛列車有什麼用 其實 他有用的 裡面有些大地人 他們是有目標的 老實說 我從列車開始出發 到他說 要回頭 我是不知道這輛列車是去哪裡 出來數個年 我想說這整段劇情 列車說的東西是 版藍有些進展 發明了一些東西 和大地合作了 沒有了 準備打仗 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知道的 你就打著你 說那些是打仗 準備打仗 你少年組那裡出一出他 OK 那你繼續說避戰 我最初以為他真的說避戰 可能說 戰爛的序幕開始了 然後進第三季 為什麼突然可以打電視台 最主要就是 魚魚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心理變態的 就是他為了得到 他為了得到成為的注意 不 注意 你可以說我愛不愛 我不說這個問題 就是他為了要成為注意他 他甚至是走過那裡 去成為他的敵人 因為他不能成為他的同伴 Detention Seeker 所以說我唯有成為你的敵人 引起你的注意 你不可以離開他的目光 就是他唯有享受這個時間的 我覺得這個角色的扭曲 反而是最正常的扭曲 很正常的扭曲 因為他有過去 但是他接觸少年組那裡 其實原作有交代過 為什麼他要接觸少年組 因為他知道 這班是成為公會的人 其實他是想搞亂這班人 其實他是想出來 但其實 當我好像是覺得 聽到他們說 是成為的 然後才覺得 原來你們是成為的 是 但你看不到他搞小孩 沒有搞過 有 他是想勾 勾人 有疑似勾人 有疑似勾人 為了 疑似 被人反罪無法 為什麼 我們是前兵 你這麼快 沒有搞錯 尤其是在少年組裡 開始他帶得 因為他本身故事 我也知道故事 也有少許問題 原作那裡 那個位置 但去到電視台 因為失去原作的支持之後 更加是很虛 成為的策略 他因為要保護電視台的設施 所以變得綁手綁腳 然後突然被人掛了一巴掌 推了推眼鏡之後 然後說 不行我兩件事都要保護 那你之前也能做到 那你現在被人掛一巴掌 那你現在被人掛一巴掌 一開始錯了 我完全 那些二十幾三十層 他打了九十幾個位置 我完全理解不到 為什麼荷利亞塔 掛了一巴掌 那個人 其實有什麼立場去掛他一巴掌 其實你是他什麼人 我真的不太理解 為什麼突然被人掛一巴掌 成不了後供的後供 現代錯 現代錯 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 沒有交代過 打到成位排多少個人後面 迪美迪美排先 成位後面的女人 警察也不及了他 威廉都毀了什麼 威廉都壞了他 威廉都壞了他 如果是迪美迪去打他一巴掌 我覺得會傷害 反正之前威廉已經交了朋友 777 喂 你搞什麼鬼 這些怪獸 快和我搶HK 才能加他 我老婆送給你 那是做不到那個絕命危機 因為他在說 只要碰到就會無緣陷入沉睡狀態 但他說這班人是沒事的 然後他沒有一個基準 總之這班人突然不知道為什麼這班人沒事 然後他就說 開了絕曲 應該沒有理由 這個理由其實是 成位是以成位的性格 他沒有可能不找過理由的情況之後 就帶給他 因為成位不是一種隨機應變的人 不是啊 因為成位才能開空投支票 你沒有見人說 哎呀我們 我們要回去地球了 那裡好像天天就會回去這樣 要開空投支票 要兌現的 如果他表現成位那種招急 就是說 因為他招急而失去了方權 我接受 但是沒有 成位突然說 這班人沒有受 然後就組了這個wave 然後這個wave 當然有剛才所說 就是level等級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也是說 level等級那件事 他之前打將軍 貓泰老師已經告訴我 他們要扮得很辛苦 還有扮得什麼 那些角色而已 不是不是 扮是高等級扮 但問題是打怪獸 不會扮你 其實這班是高等級 其實幾個搞定的 後面那些都是出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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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還有利潔這個角色 DDD裡面的金髮那個人 他說成位是這樣的類型 然後被人挖了一班 成位又覺醒了 哇成位好像很厲害 整件事很作狀 我覺得其實 那次作狀是在於什麼呢 是本身成為他要保護的東西 刮他前和刮他後 他做的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這樣 不會說成為很關鍵 放棄設施 我們就是要解決這件事 我們要求我們再想辦法 這樣就不同 他的策略可能突然間很關鍵 這樣我覺得OK 但最後就是 我原本是保護兩件事 但是保護兩件事太難 然後被人挖完一班之後 就告訴他 保護兩件事 老婆婆 這個說法有一點問題 你看到這個人 他的戰鬥管理做得不好 所以他覺得 原來傳說中的參謀都是這樣的 他的原因是這個 就不是保護這件事 我知道 但是你說 這個是之後那裏說的事情 我知道阿姨說什麼 我說的是 他成位的改變 成位是沒有改變 首先就是 他只是被人挖完一班之後 就不知道什麼心態上的那邊 我也不知道什麼心態上的那邊 突然間叮了一條矯子出來 他被人挖完一班之後 就有覺悟了 好像是他這樣 傳遞就是這樣 不知道什麼的覺悟 然後就是 戰鬥管理那裏 其實他佩服他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組成一班 完全不懂不同風格 第一次合作的人 都可以做出這樣的戰術 然後還可以算到怪的東西 他覺得很厲害 看得穿那些怪 即是未出招都猜到 其實那個應該是這樣的招 我告訴你 Offline Wiki 你這些就是圖為了遊戲思維 這樣就不行 但是最有趣的是 我理解不了 為何成位之前會做不到 I mean 當你的目標沒有改變過 為何成位之前就會綁手綁腳 做不到這些事情 為何掛完一班之後 就做到這些事情 不是狀態 唯一這樣說 不是狀態 心不在然 但我覺得很沒有說服力 我覺得 又不是狀態 然後最終就是 修復了電波數字 不是聯絡到月球 是聯絡了中國伺服器的家內美 就是火星人 他可能是火星人 就是青蛙人 然後在這一邊 裡面溝通了 然後他們得知了家內美 趕過來日本伺服器 還有就是 複黑眼鏡2號 你才說那個不是火星人 那個是眼鏡妖怪 毒心妖怪 毒心妖怪 毒心屍體 原來就被人傳到中國伺服器 給他爆 還拿著他的手 他的手還會動 他還經常弄著手 這樣拍他 是魚沙 原廠中二化了 控制著我的左手 不要暴走我的左手 不是他掛著 他掛著 副官的手 你見到他經常弄著手 你的手動起來 這樣 這句話 然後我就知道 在那一幕 他反正說 很同仁 之前說 裝上二手 他說有些感覺怪怪 肯定是那個人在靠著他的手 所以感覺怪怪的 其實他為了鋪上角色 就說串聯了 但我覺得這裡來得太快 其實是 反而就是 前十二集打到Wave 那時候還會有 鋪上角色的味道 後面我覺得 就是 太類罪 太走苦合魔了 最後一段 看法就是下雨 說收拆 前面就是 時差不夠 心理描寫太多了 多到我覺得 你們這些人 是不應該出去的 你們這些人應該先找心理醫生 我之前說 打機真的會打到人家傻 為什麼你們想法的邏輯 我理解不了 因為 我不知道原作有什麼心理解釋 然後小說 動畫表現不好 因為至少動畫第一季 比較少這類情節 比較迴避了這個問題 但第二季就很養眼 我覺得 原作我有看 原作就是我看到 《雲雀》第九期 第八期 他現在說 就是少年組的故事 說到那裏就是 說到那裏就是 看下去的故事 其實我看回原作內容 其實相距不是很大 就是描述多了 但是其實 說到那裏就是 其實我會覺得 都是走火入魔了 其實是 有一點就是 我好像不是在看《諾賀威索》 我想看的《諾賀威索》 他不需要想太多事情 其實是 我最奇怪的是 實力反而是他最有目標的那個 他要追成衛 我意思是追成衛 追成衛的目標 兩者都有 他反而是應該最堅定的人 我不太明白 為何又要這樣 給他打罰計 他跟成衛二 講罰計 我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 暫時你說 我其實很擔心 《諾賀威索》 之後會走火入 不知道第三季會怎樣 對 也有很久會出到第三季 小說的份量 小說的份量也不夠 對 儘管看下去看看 當然你說 他可以出外傳中國編劇 好像會繼續出外傳 我只是說動畫可以出外傳中國編劇 應該有些看頭一點 我覺得是比較看頭 我暫時覺得 儘管再看下去 但我真的蠻擔心 現在的走向 有些好像當年《魔王勇者》 就是越寫越奇怪 開始 開頭好好的 我會覺得 剛才沒有 好像白雙一樣 寫著寫著 我原本好像不是這麼寫的 寫著 我打索的online game 被人抓到的故事 一模一模一模 應該是世界冒險 那我明白了 產賴是需要 因為他沒有交稅 而被人混在監獄一段時間 他應該可以想回你 我說笑 坐了監獄就死不了 他沒有被人坐監獄 還完水就沒事了 現在大家放心 他應該會繼續廣告 我們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